好了,同学们,上节课我们学习了小猴子下山的生字词,你还认识吗? 现在让我们来玩个摘桃子的游戏吧! 猴子,结果子,呆下,扛着,满地,扔玉米, 摘桃,捧起,西瓜,抱着,蹦跳,追赶,非常,空手。 你读得又正确又流利,祝贺你掌握了这些词语。 通过上节课的学习,我们知道了小猴子来到了玉米地,看到了又大又多的玉米,于是他掰了一个扛着往前走。 接下来,小猴子又会到哪些地方? 他会看到什么,又做了什么呢? 请你结合共学小锦囊,看一看文中的插图,读读课文,圈出来表示动作的词语,并且加上自己的动作演一演。 让我们继续学习吧! 同学们,请你根据课文,试着把表格补充完整。 现在,我们来听一听阳光小组的汇报。 小猴子看到了又大又多的玉米,于是他掰了一个,扛着往前走。 小猴子看到了又大又红的桃子,于是他扔了玉米,摘了桃子,捧着往前走。 小猴子看到了又大又圆的西瓜,于是他扔了桃子,摘了西瓜,抱着往前走。 小猴子看到了蹦蹦跳跳的小兔子,于是他扔了西瓜,去追兔子。 你找到的和这些同学一样吗? 借助表格,我们也理解了课文。 小猴子来到了桃树下,他看到了什么又做了什么呢? 请你读一读,演一演。 小猴子扔着玉米,走到一棵桃树下,他看见满树的桃子又大又红,非常高兴,就扔了玉米,去摘桃子。 同学们,桃子大大的,又是红红的,用文中的词来形容,这叫做又大又红。 摘桃子的摘是踩下,拿下的意思。 小猴子来到了西瓜地,他看到了什么又做了什么呢? 小猴子扔着几个桃子,走到一棵桃地里,他看见满地的西瓜又大又圆,非常高兴,就扔了桃子,去摘西瓜。 同学们,西瓜大大的,又是圆圆的,用文中的词来形容,这叫做又大又圆。 猴子爱吃的香蕉,甜甜的,软软的,这叫做又甜又软。 你还能说出来类似的词语吗? 又高又大,又蹦又跳。 叶猪,这种方法也可以帮助我们积累更多的词语呢。 瓜在古时候是这样写的,中间是果实,两边就像瓜腕,果实从瓜腕上长出来,就是瓜这个字。 这也是我们要写的生字。 瓜是独体字,书写时要一看结构,二看站格,三看关键笔画。 瓜的第一笔和第二笔都是撇,但是两撇的方向不同。 现在我们请一位小老师讲一讲瓜这个字的写法。 一笔平撇,二笔竖片,三笔竖题要写直,四笔小点在题上,五笔长纳兼朝右。 谢谢这位同学的分享。 小猴子,接下来看到了什么,又做了什么呢? 请你继续读一读,也一言。 小猴子抱着一个大西瓜往回走,走着走着,他看见一只小兔子蹦蹦跳跳的,真可爱,就扔了西瓜去追小兔子。 这位同学的表演真形象,屏幕前的你,也来试试吧。 又大又圆的西瓜,想要抱走,可不容易呀。 请你观察这两张图。 捧和抱有什么区别呢? 捧是两只手合在一起,掌心要朝上,抱是用两只手臂围住。 是啊,又桃子比较小,又是圆圆的,所以只能用双手捧着。 西瓜大大的,又飞成沉了,像个小宝宝,所以我们要抱着。 小猴子去追小兔子,结果发生了什么? 小兔子跑进兽林里,不见了。 小猴子只好空着手,回家去。 现在,小猴子的心情是怎样的? 小猴子现在什么都没有了,他的心里很难受。 文中哪个词说明了小猴子的心里很难受呢? 我认为只好这个词,说出了小猴子的难过。 同学们,请你看我们刚刚做的这个表格。 今天小猴子下山,可没少干活啊。 掰玉米,摘桃子,摘西瓜,追兔子。 可是,到了最后,小猴子却空着手,回家了。 你能带着这份心情,再来把这句话读一读吗? 小猴子只好空着手,回家去。 小猴子为什么空手回去? 有同学在前面的学习中提到了这个问题。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。 因为小猴子扔了玉米。 摘桃子。 扔了桃子。 摘西瓜。 扔了西瓜。 追兔子。 所以最后,只好空手回家。 现在,你能试着用因为所以的句式, 把小猴子为什么空手回家,讲一讲吗? 因为小猴子下山后, 因为小猴子下山后掰了玉米。 然后扔了玉米。 摘桃子,扔了桃子。 摘西瓜,扔了西瓜,去追兔子。 所以最后空手回家了。 小猴子回到家后, 闷闷不乐。 妈妈问他, 你今天都做什么了? 为什么空着手回家呢? 如果你是小猴子, 你该怎么和妈妈讲呢? 我今天下山后, 先走到了玉米地, 摆了玉米。 然后, 我看到了又大又红的桃子, 就扔了玉米去摘桃子。 接着, 我看到了又大又圆的西瓜, 就扔了桃子去摘西瓜。 后来, 看到了一只小兔子, 于是我扔了西瓜, 去追小兔子。 结果, 小兔子跑到树林里, 不见了。 我就只好空着手回家了。 孩子啊, 同学们, 你在生活中, 有没有做过像小猴子这样的事情呢? 我拿字检查字的时候, 有时第一个字没查出, 就去查第二个字。 第二个字没记住, 又急着学第三个字, 结果没有预习好。 是啊, 我们做事情的时候, 可不能像小猴子一样, 三心二意。 我们要目标明确, 有始有终, 这样才有收获。 这是本节课要写的生字, 进是半包围结构, 书写的顺序是肩内后外, 颈的位置稍微靠右, 最后一笔平纳要舒展, 空是上下结构的字, 书写的时候, 我们要注意第一笔点和第七笔数, 都要写在数中线上, 这样整个字才能中心对正。 现在我们请一位小老师, 讲一讲空这个字的写法。 空, 一点写在数中线, 二笔左点, 左下斜, 三笔横钩, 行钝钩, 四笔撇, 五笔点, 下面公字, 竖在中, 上下同宽, 很重要。 谢谢这位同学的分享, 现在请你也把这两个字写一写吧。 今天太阳落山了, 小猴子空着手回家, 不过明天太阳还会照常升起, 今天小猴子下山又会发生什么呢? 请你在课下继续编一编。 你也可以像这位同学一样, 创作小猴子第二次下山的图画书。 一起来看课后作业。 一, 创编第二次下山的图画书。 二, 把小猴子下山的故事, 讲给爸爸妈妈听。 三, 完成棉花姑娘的浴学。 这节课就上下山的图画书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